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所多有 然而 都行不易避自闭 对做错的事 总要有个交代 于是 平反冤案的工作就不得不做 可供完美的几种现象 让我们完美古代有关的几种现象 一约大的冤案都要等待皇帝的批准 若制造冤案的皇帝不予平反 而又再活在世上 就只好耐心等待他的死亡 此类时到的正义知识甚多 不必具体 二约冤案的平反 能使新皇帝收揽人心 稳定政局 除明朝背后今的皇太极 用反剑计害死的原重患 为明司宗崇真所杀 时隔一百五十多年后 获得了康熙皇帝的平反 这对于清朝统治者有利而无比 三约明治的皇帝已能弥猴之反 避免冤案的发生 如唐太宗对的魏征曾因后者屡屡禁见 措辞犀利 变动为了杀心 幸亏惊慌后劝告 使魏征免得一死 后来魏征去世 唐太宗痛哭流泣 说魏征是他人生一面宝贵的镜子云云 试想 或须心那见婴儿的千古美名 或叫忠臣人头落地儿的千古骂名 两者之间 何是谦让 四约有一种蛮横的皇帝 不管身后洪水滔天 他将错就错 一措到底 明朝初 性情倔强的御使王朴 依次和太祖朱元璋争辩 惹得皇帝大怒 下令斩首 押到刑场 再召回之 问他改否 王浦云 陛下不以臣为不孝 提升魏御使官 为何如此摧残侮辱 如果臣无罪 为何要杀 如有罪 又何必使我活命 臣今日只想诉死 朱元璋大怒 令马上行刑 王朴落经使馆 大姑 学侍刘三吴记住 某年月日 皇帝杀无罪 遇使王朴 最终被杀 后来朱元璋撰写大稿 仍说王朴给罢过他 真是蛮横凶恶极的后人 经常提起王朴事件 做了最终的宣判 朱元璋此 居会永远地盯在历史的支柱柱上 罕见特例 岳飞平凡 慢慢专制社会 也有罕见特例 在南宋朝廷对岳飞的平凡时刻 这特大渊染制造者的宋高宗 当时竟然还活着 想来 这也算古代奇迹之一 您说是不是 绍兴三十二年 公元一一六二年 蓄意杀害了岳飞的宋高宗 在做了三十六年的皇帝后 不知为何 禅为于太子赵慎宋孝宗 自己当了太上皇 想有一番作为的孝宗 即位的当年 就果断为远飞平凡了 赵书云 故月飞起自行武 不予数年 为之降下 而能是善意中 欲众有法 不自禁夸 于列一封 于今不敏 去东出数恶主之重 施行不扰 动有纪律 道路之人 归功于非 非虽若是以目 而太上皇念之不忘 今可养成圣意 与追赴元官 以礼改葬 仿求其后 特与录用 今天的读者 图此诏书 还会不会为孝宗捏一把汗 高宗已谋反罪杀了岳飞 现在刚刚做了太上皇 在五十六岁的他高中一千一百灵溪到一千一百八十几 活了八十一岁 面对宋孝宗已上台 便给岳飞平反了事实 他为何不马上痛击这一股孝宗翻案风 说过说 在太上皇退位若干年后 孝宗等待时机 徐途为岳飞翻案 且达到了平反的目的 也为自己留有余地 不实为一种明智策略 而宋孝宗才依即位 就给岳飞翻案 这种逊而不及掩耳之事 孝高宗如何来得及钻凤陶道得下去 说过说 为岳飞平反 轻描淡写地敷衍过去 也不实为一种谋略 而孝宗诏书却强调岳飞能是上义忠 对皇帝忠诚 赞美他云列一封 于今不敏 忠列之风天下文 这种评价 简直是对高宗冤杀岳飞的彻底翻案 宋孝宗说自己是两层高宗的圣意来平反的 并提及高宗对岳飞的念之不忘 不过是给高宗留个面子罢了 这难道不会叫太上皇的赵构发 雷霆之怒 来惩治孝宗吗 本年十月 孝宗再发诏书 追赴岳飞原有少保 节度是等官职 在此肯定他世上已重忠于皇帝 不反于秋毫 至君有访 明知难言 众所公文 明拨天下 天下皆知 扯第二次发布的诏书 促使人们一代反思 宋高宗杀害忠臣梁将 他是个什么样的皇上 宋高宗为何沉默无言面对孝宗的接连出手 太上皇高宗竟默默没有吭一声 这是为什么 宋高宗并非真正退出政治了 他做太上皇后 常常干预朝中之事 至约孝宗 可见他在岳飞平反上的无语 并非被软禁的结果 他的无语 另有原因 高宗是位有名的逃跑皇帝 在金人的追击下 他放弃抵抗 一味逃跑 直到躲到海上 才得以暂时安顿 他一身坎坷 最终在江南坐稳了龙椅 实属不易 他还和金人签订合议 俯身称臣纳宫 虚无难堪之事 皆干于忍受 其忍辱负重的能力 在中国古代的皇帝中 算是鹤立鸡群了 经过了多少大风大浪 达到了偏安一鱼的目的 宋高宗真的知足了 却为不思进取的皇帝 既然达到了他人生的最高目标 岳飞平反一世 对稳坐太上皇而又不知羞耻的他 算得了什么 对岳飞的平反 会使高宗不悦或恼怒 然而并不能动摇其太上皇帝位 因为他是天子 天子至高无上 绝不会受到法律制裁 何况 他早已借秦桂之力杀了岳飞 人们都把愤怒发泄到秦桂身上 对高宗是视若无睹且无可奈何的 多少年来秦桂驻向常跪于西湖的岳飞墓向前 而宋高宗却一直逍遥法外 这就是皇帝享有的特权 让高宗驻向跪于岳飞墓 钱的呼声在古代民族中是发布出来的 这就是古代中国的国情 古老的华像民族 对皇权有一种特殊的情节 当然迫使宋高宗默认平反事实 还有影响乃 致制约他的外来因素 这个因素便是 宋朝在中国古代史中 创造了的一种空前局后的理性精神和文明时代 宋太祖赵匡印开国后 曾问大臣赵普说 天下和物最大 赵普答 道理最大 赵匡印点头称善 道理最大 是个非常鲜香而有创意的提法 他表明了一种在实践中追求真理的精神 正因如此 赵匡印发出不杀士大夫和尚书岩氏者的誓言 才在中国历史上闪耀着理性和人大的光辉 而他怕使官的故事 也发人警醒了 宋太宗赵光义命大臣李治 李恒做太子宾客 竟让太子来拜二礼 李治 李恒以为太子乃将来的皇帝而不敢接受其拜 太宗应是叫太子后来的宋真宗前来拜了二礼为师 原因很简单 既然从学于他人 即是师生关系 学而不拜 非礼也 宋人崇尚理性 乃至对圣人之言都要质疑 王安石就说过 学者读习书 为礼之仇有何无心 这则乔木之言由不费 言而无礼 周孔所不敢从 冷斋夜话卷六宋士会红转 你看 只要说的有礼 普通百姓说的话 乔木之言也不费气 如果没有道理 哪怕是周公孔子这样的圣人 也不听从 孔子的论语在宋代是考试的基本教材 是国家的指导思想 而王安石却敢于说出如有言而无礼 的部分便不盲从的话 展现的不正是讲理的精神吗 宋哲宗年幼时 在去听课途中随手 折了一百数之玩耍 讲官成号当即教训说 方春万物生发之时 不可非识毁折 折宗听了 即至于他 道山清华 折宗随便折毁数之 看起来是小 当他的讲官成一教训时 他马上乖乖听从 所从者 人生之理也 这种理性精神充益的社会 是对皇权制约的一个重大因素 宋高宗自己就曾经说过 朕选安敢忘事大夫 戏年要陆娟151承认 自己的选比不够文人士大夫 其背后对文明理性之敬畏的消息 也就悄然传出了 在宋代 既然尊重理性和人道的事情车在斗梁 不可胜数在此不一一美举 形成了一种梳理和讲文明的氛围 那么 对于岳飞这样的大案要案 根据事实道理来险结论 即成为必然之趋势了 宋孝宗敢于在高宗面前为岳飞彻底平反 就是因为岳飞这一生光明磊落 无私奉献 从天子岳飞是否谋反 高宗心里最清楚的万民都看在眼里 就连行贵一模糊其最为莫须有 既然如此给民族大英雄平反 难道不是天理昭彰 是所必然吗 宋高宗如强硬阻拦 也蛮压制 在一个特众奖礼的社会里 不是很困难吗 值得注意的是 岳飞被杀害 就连高宗的生母为太后 也愤愤不平 绍兴十二年下 公元1142年5月1日 经过以礼送回人质 为太后自五国城启程归宋 回到顾国 在万分感慨之余 他还特别关切地闻了一句 为何不见大小眼将军 据说岳飞两眼一大一小 顾时人称之位大小眼将军 当听说岳飞死欲一时 他愤怒之急 怒斥宋高宗 表示要出家 高宗苦苦哀愁 才罢 宗尚所述 岳飞冤暗在杀害他的皇帝在世 时能得以平凡的奇迹 有岳飞自身感天动地的事迹的原因在 有从上到下 从内到外的是道人心 社会舆论在 同时 也有